跟大家说一件有意思的事 我那个亲家老钱呢 在这开了一个嘎嘴汤店 开业那天呢 我就拍了个小视频 发到朋友圈里去 这一发朋友圈啊 我全来了一个人 50万人 就是我们社区保安 余小脸他爹 其实全来个老头也不奇怪 关键这个老头长的呢 是相当帅的 一会儿他出来 赛数的女同胞 你们都把眼睛闭上 不然我真怕你们被他迷坏 老鱼 来 大伙都在这呢 哎呀 你跟大伙说啥了 他们一见我就乐 我跟你说你长得好看 全世界都知道 用不着你强调 这个店 就是老黄开的那个嘎嘴汤店吗 你可弄明白了啊 这个店主可是老钱 老钱 太好了 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我给你说 老钱和老黄可正热恋的 你要横空插一杠子 比如说我老头给你一棒子啊 说啥呢 我也没真给老黄谈朋友啊 再说了 那老黄 就老黄怎么样 他配得上我吗 哎呀 老范子 你忙去吧 该干啥干啥 行 行 那我给你送到门口 我这大门 你哪来的自信 欢迎光临 前串子嘎嘎汤 祝你十的愉快 十的健康 来的都是客 客官 你请坐 哎呀 这个服务员挺热情啊 都说这个店的服务员 是一个人高马大 亭亭欲律的中年妇女 怎么是个 小老太太啊 哎 你眼睛是不是长毒了 我是老太太啊 我是正宗的东北大老爷们 哎 老爷们 我看出来了 大在哪儿 我是真没看出来 哎不是 我问你 你是来吃饭 你是来欺人的 小哥哥 哎呀 别这么叫 哎呀 这我心叫的 哎呀 这鸡皮嘎嘎吊一地啊 哎 叫哥哥可以 最好别强调那小字行吗 哎呀 我说你 你真不知道 咱俩在哪儿见过吗 你再好好的端下端下我 你别 那个还好 我看过不少恐怖的人 药荣把我吓死你 谁啊 你这个店里头有没有服务员呢 你不废话 谁家开饭店没有服务员呢 有没有一个女服务员 美貌如花 那个子超过一米六八 你说的是老黄吧 对 就是他 我能不能见见他呀 没问题 见可以 不过他现在还没上班呢 能见就行了 没你事了 忙去吧 哎好嘞 什么叫我忙去吧 不是 你是干嘛的 我是干嘛的跟你有关系吗 你这傻话呀 这是我开的饭店 你到我这吃饭 我不可以问一下你是干嘛的吗 我啥也不干 我就是想见见老黄 你能跟我说一说 你是老黄的什么人吗 我现在不是什么人 不过以后没准我就兴许是他的什么人 这话说的多神奥 你一会是人一会不是人 你啥意思 老黄现在是个女单身 我是一个男光棍 人家介绍啊 让我们两个今天晚上相亲 明白吗 这老黄大妹子不够意思 他今天在这跟他相亲 这么大事居然没告诉我 什么意思 这次我是干啥的 你该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就好 你赶紧走吧 你怎么往外哄顾客啊 不是我这是饭店 你吃饭我不反对 但是你相亲到我这不好使 你赶紧找婚厕所 不是我这是不吃饭 我在那坐会儿不知道 不行我这不是后车大厅 你说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啊 赶紧不关系你赶紧赶紧走 不是你这啥态度 我啥态度你赶紧走 哎呀 我说哪天我老黄 你愿意想哪 老黄大哥 哎呀对不起不好意思 我又迟到了 老黄 你是 你不认识我呀 你赶紧端下端下我 不不不用不着端下 用不着用不着没没没 站住站住站好了站好了 姿势摆正摆正 不许动你要动我就报警 你啥意思你这是 那个 谁呀 黄大妹的你不认识她 不认识啊 那你跟我说一下 你今天除了正常上班还有别的其他的安排吗 那我还有啥安排呀 没有 哦那我就放心了 剃头挑的一头热是不是 来这不欢迎你赶紧走走 上来 你啥服务态度 你咋碾顾客呢 我呀按说是个服务员 你是老板 我不应该说你 但就今天这事 我得批评你 咱们开饭店 那得热情待客 礼貌待人 你这叫啥事啊 对呀 你看着他你那觉悟 你不是他不会来吃饭的 他是来找什么 那啥 我就是来吃饭的 大哥 我知道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本店呢 有家常嘎的汤 三鲜嘎的汤 养生嘎的汤 野菜嘎的汤 你喜欢喝什么嘎的汤 你定 臭你那得性 还你定 你那个臭不要 你什么样子 你给我看 那啥 当给我明白了 你是想让我推荐是吧 本店的特色 就是野菜嘎的汤 好吃不贵 经济实惠 就这个 好嘞 你等着 我给你坐去啊 等着 你不是说你来相亲的吗 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 请问你这个亲咋相 我就喜欢单方面相亲 咋的 我告诉你 你肯定没戏 有戏没戏 我自己努力 不是我跟你吹 是我的身子板 从上到下 都是男人的魅力 我不要乱嘎的汤吗 他一会儿就得给我端上来 就这一碗嘎的汤的功夫 我就让他留下深刻的记忆 野菜嘎的汤好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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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你你今天啊 你就在厨房后边待的 你别出来 前面归我 那你好好的啊 别出差 哎呀 放心吧 野菜干了汤来了 赶紧趁热喝吧 喝完之后你该干啥就干啥去吧 哎 你咋给我端上来了 服务员呢 我就是服务员 我要你服务员 老黄 老黄 来了来了 来了 什么情况 别别理他 他是来找茬的 不是 老前大哥 人家来找茬呢 说明我们服务有瑕疵 咱得改正 哈哈 这位大哥 我们服务不周到 有瑕疵 您多提宝贵意见 最大的瑕疵 就是你长得太漂亮了 你到底呢 这家三十几了 哈哈 哎呀 什么 三十几了 这可老的 我都笨六了 不能吧 你长得也太年轻了 嘿嘿嘿嘿 别在那巴西亚行不行 你眼睛确实长浮了 抽空去医院看看 赶紧喝汤吧 一会汤凉了 汤凉了喝了擦心了 一擦心容易了嘴更歪了 你这样 哈哈 我也没说不喝呀 大妹子 啊 这汤 是你做的吗 当然是我亲手做的了 你快尝一尝 我跟你说 我这个汤啊 你趁热喝 别有一番滋味 快来 尝尝 味道怎么样 味道太好喝了 嘿嘿嘿 看了 闻都没闻 喝都没喝就说 味道太好喝了 你说他干啥了 不是来找茶的干嘛 哎呀 人家上你这来就是喝汤的 不喝汤上这来干啥呀 他不是来喝汤的 他跟我说 是跟你来相亲的 哎呀妈呀 别瞎说了 我也不认识他呀 听见 听见 你不是要全身份回老家 说让把你那筐 这扁子给找来嘛 他没够让我给你烧来了 你要这玩意干啥呀 哎 老钱大哥 这玩意你还保留着呢 对 我怎么能扔了呢 事隔这么多年了 我只要一看见这个东西 说实话 我 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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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啥玩意 老钱 老黄 你们两个 再仔细的端下端下我 我是谁 你是谁呀 对啊 你是谁呀 四十多年前 修辽和大坝的时候 有一个奔跑 会战一线的女生 是不是你 哎呀 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 老钱大哥 你记着吧 当年 黑龙江兵团的弟兄们 自己带着装备 来支援我们 那天 风大雪大 有一个 鸽子最矮 身体最弱的小伙子 满脸是汗 晕倒在大坝的工地上 薇莫的浑身特别的烫 可是他手里 还死死地握着这把扁单 我想起来了 当时你给打了一针 推烧针 对 完了高烧不对 昏迷不行 于是你用筐 扁的把它挑到了厨房 烧了一锅开水 拿了一把刀 切了点野菜 给他炖了一碗热乎糊的嘎唐汤 对 对 那个人就是我呀 一碗嘎唐汤下肚 我的身体就舒服多了 等我睁开眼睛 你的美丽的姑娘 站在了我的面前呢 不是你 就是你呀 真的是你呀 是我呀 看见没脸儿快成了 这是 记完了 这是我没信了 老钱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这个信封 你还认识吗 这是当年我发工资 装钱的信封啊 当时 黄医生说 必须得把我送到医院 在抬我去医院的路上 你悄悄地把这个信封 塞在了我的棉袄里 这信封里装了三十块钱 那可是你一个月的工资啊 哎呀 你大老远从黑龙江 到辽宁来支援我们 你病倒在这 你说我们不管你 谁管你啊 出院之后 会谈也结束了 这几十年 我到处打听你俩的下落呀 多亏了老范大哥 我把你们开业那个视频 刚发到朋友圈里 他第一时间就认出了你们 他说你们俩是他当年的恩人 买一张高铁票是就过来了 他说他要报答你们 我明白了 顺便再跟当年的小黄 蓄蓄钱圆啥的 哎呀 那个时候 我跟黄医生说句话 你都吃醋 几十年过去了 你这小心眼还没长大呀 你放心吧 我有媳妇 什么 你长得像烤鸭子 居然娶上媳妇了 奇怪 你不认识他吧 不认识 他是在社区保安于小脸的爹 不是 你是于小脸的爹 那刚才进饭店的时候 你咋跟我说 你是跟老黄来相亲的呢 我跟你逗玩呢 真是 你跟老黄那点事 那老范早告诉我了 你好好的 去追你们的黄小娟吧 我跟你们说呀 我那个媳妇也挺漂亮 就是她让我来的 她跟我说呀 这人一定要懂得感恩 老于大哥说的对 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 人就特别的怀旧 我们在大坝工地上 当年那些事都历历在目 和我们大会战定监作战的员工们 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把扁蛋 就是我从黑龙江带来的那一把 他们之所以开这个小店 就是为了记住当年 就是啊 我们呢 要把咱们这一代的人的精神 传承下去 看 钱串的三个字 从此以后我们把它改成火红的年代 哎 这把扁蛋 我要永远地挂在我们嘎嘎汤的小店里 对对我这就挂着 我这就挂着 哎呀这你这你够得着吗 你这这也不太够 哎呀你俩别争了 那我就蹲在这筐里头 哎你干啥啊 你想你想给人打赖啊你啊 我不干啥 我想找找当年的那感觉 好 我陪着你 我也想找找当年老黄辣妹子挑你那种感觉 好啊 那咱们就情景再现 共同重温一下当年的激情 等会儿 我要把这个视频留下来 也让今天的年轻人 看看我们年轻时候 那个火红的年代 好 召起来 来 好 屎